台灣的核電廠 核二廠跟核山廠都有檢農中心 核能研究所也有一個檢農中心 是燒民生廢棄物的 醫療民生的一些輻射廢棄物 所以這三個地方就是一個污染的發送站 而且它的那個 台灣早期也沒有多早 我忘記是年代 我先記得看資料 但我忘記了 曾經要研發電漿火炬在燒 用電漿火炬這個爐來燒 低階核廢料 不過花了兩億都失敗了 前兩年林淑芬委員還針對這個 在醫院做質詢 非常的精彩 台灣的電漿火炬的發展歷程 是多麼的荒唐 花了多少公堂 這寫得清清楚楚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Google給大家 晚上我把它放在那個臉書上面 讓大家看 太精彩了 台灣是多麼的荒唐在做這些浪費工堂的事情 那其實電漿火炬它也是有污染防止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燃燒它都會釋放輻射質 物質不滅定域 它都是透過煙 透過水 它都會排放一些輻射物質 那因為電漿火炬的失敗 所以台灣的檢榮中心 它是用一般的粉化爐在燒 一般的粉化爐幾百度而已 頂多個一千度 還是一千珠頭度 那是沒有辦法把輻射物質 把飛氣物完全燃燒的 所以 再加上過濾系統 排氣的過濾系統的問題 本身粉化爐就不合規格 再加上過濾系統 所以 是 這個 我們這個環境裡面會到處充滿的 會浮射物質這麼高 是可想而知的